可是現在大家很喜歡造神 比如說剛才我看到最新的一個新聞 陳時中部長 說什麼蘑菇頭剪掉了 就是這個頭小平頭 然後就開始有新聞報導說 網友都說好棒喔 這個阿中部長蘑菇頭終於剪掉 辛苦他了 因為你看他5月中就沒有在剪頭髮了 非常的辛苦 這是一個造神 然後另外呢 蔡總統也講說 這個高端疫苗 現在民眾可以登記預約了 但是他說 但是不安全就不會讓人民施打 他說疫苗是科學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安全有效的疫苗才會讓民眾施打 不安全不有效的 就不會讓民眾施打 然後你就去登記了 我這邊先 因為剛剛賓哥比較晚了 沒有評論到這邊 我就覺得 開始讓你上網預約了 然後他講了這個 科學有效 他是說安全有效才會讓民眾施打 不安全沒有效 就不會讓民眾施打 可是他現在所有的 剛剛我們回到剛剛上 EUA的過程 沒有畫面 說堅持沒有錄影 雖然說高端的人說有錄影 然後但是後來食藥署又出來說 以食藥署的說法為準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在登記 說可以打高端疫苗了 那到底總統是掛保證還是不掛保證 總統 剛剛巧欣不已經講了嗎 那個林靖怡都幫他說 總統什麼事都管不到 所以呢什麼事都不干他的事 這是很正常的 我是覺得第一個 今天記者會問陳時中 你剪頭髮那個記者 你是娛樂記者跑錯線是不是 你不然的話你要問這東西幹什麼 那哪一家派來的記者 怎麼這麼無聊啊 還算五月中就沒剪頭髮了 好細喔 你這麼閒嗎 你每天人家都在關注疫情 在關心人家頭髮 你這麼閒嗎 拜託不要丟我們記者的臉好不好 問這種沒營養的問題幹什麼 你不是娛樂縣記者 你跑的是國內重要新聞 不要自己貶低自己好嗎 拜託了 然後呢 蔡英文說 一定都是有科學考量科學證據 那我請問一下科學證據在哪裡 你隨便拿一個這樣子 定購豆菜兜 這樣隨便兩個數據比一比 就說哇他好棒棒 李秉穎這一個 就好意思講說 可能有90%的防護力 你的可能從哪裡來 這是哪一國的科學證據 你告訴我啊 你知道其實最可怕的是 他們最近啊 一直把國外 可能日本的某一些要用的非裂性測試啊 把它拿來跟我們的免疫調節相比 說這兩個差不多一樣的 差不多你的頭 根本就不一樣的東西 非裂性是什麼 非裂性是因為現在 世界上已經有公認的疫苗了 然後呢 你不可能再要人去打安慰劑 你打安慰劑 等於叫這個人冒生命危險 這會有倫理問題 所以他只好用一個什麼辦法 只好就是我沒有安慰劑組 然後他跟誰對照呢 跟現在現行的疫苗對照 他還是一樣要做三期 一樣要去打 而且要打到足夠數量的人 然後把這些打得足夠數量的人 來跟現行的疫苗打的人比對 這叫非裂性測試 那我們的免疫調節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 是根本不做第三期 根本不做 直接把過去做的那個兩三千人的 那個第二期呢 裡頭的一些數據呢 然後就直接拿來說 我來跟AZ跟什麼其他比對看看 那只要看起來抗體差不多 就可能會有同樣影響力 那如果大家還聽不懂的話 我直接跟大家 舉一個比較淺顯的例子 正常的疫苗 正式國際認證的疫苗 就是經過選舉 選舉了誰票多誰當選 這沒話講嘛對不對 那非裂性測試是什麼呢 非裂性測試是自行宣布當選 也就是我認為我票數夠了 我達到這個我應該會當選 所以我自行宣布當選 那我們的免疫調節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的免疫調節叫做民調 我們做了民調 做了三千人的民調 他民調最高所以他當選 民調一定會跟最終結果一致嗎 當然不一定 老實講就算是非裂性測試 都不見得會完全跟最終結果一致 最終的結果還是直接施打到人身上 普遍的施打之後才會知道 所以就算做三期 都不見得能夠保證絕對安全 我跟大家講 你看全世界各地 打BNT 打孟德納 打AZ 還是出現很多狀況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啊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要這麼慎重 人家這麼急迫的時候 歐美這麼緊張的時候 人家一樣乖乖地做到第三期 期中報告以後 才趕快給他EUA施打 因為疫情實在太嚴重了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台灣現在沒有外國疫苗嗎 不是有嗎 明明有外國疫苗 今天不是有好消息 實際要買到500萬劑耶 那奇怪你在緊張什麼 然後再來 人家日本追加5000萬劑 莫德納明年初就會到 那請問一下 我們的政府這麼多天的時間 給你好幾個月的時間 你就算之前沒追加 這三個月 從四月多到現在七月多了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不去追加疫苗 你怕老公打壓你去買莫德納啊 不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去買 所以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這整個政府都是一群騙子組成的政府 剛剛 外美林委員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包括疫苗事件 包括高端事件 包括 東奧事件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什麼特色 就是民進黨的心態 這個政府 因為這個政府裡頭 衝刺了一堆狗關 這些狗關的心態就是我是關你們是民 你們要聽我管 我講什麼你不要給我廢話 你就是聽就對了 你們都是韭菜 是負責讓我收割的 心態就是這樣 民進黨現在執政的心態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可以質疑我 只有我才可以質疑你 標準的狗關心態 中華民國就是因為衝刺了這麼多狗關 民進黨的一群狗關 才造成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講高端是不是好疫苗 我不知道 我相信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專家敢 敢說他一定是好疫苗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科學證據證明 李平穎真的是愧退你自己的專業 真的丟人線到一個極致 你們這些人 是拿台灣人的姓名在做實驗 那更可怕的就是 高端現在說要去巴拉圭做實驗對不對 我告訴你 很多人在嘲笑說 拿巴拉圭人當白老鼠嗎 不是耶 巴拉圭人至少人家拿到錢 因為你要人家做第三期實驗 今天要給人家錢要給人家營養費 要給人家其他這些費用 我們台灣人抱歉 你要打高官你還沒錢拿 而且是我們自己出的錢給高端 我們是比白老鼠還不如啊 台灣人今天被民進黨作賤到這種程度啊 然後還有人要去挺 老實講我非常贊成李俊仁前副總統講的話 民進黨喔 你們不是都中黨愛國嗎 不是都好棒棒嗎 現在唐鳳你趕快 弄一個預約系統 專屬民進黨了 我看你民進黨多少人去 那我也想看全國的預約系統 如果沒有達到817萬人 那就是有人跑票 我看到時候多少人會去給我登記高端 差不多一個最新的訊息 因為之前蔡總統對誰來做哀悼 或是說對誰表示關心 大家都很注意 拜登的狗死了他去關心 那至少剛剛蔡總統說 他對於鄭州大雨造成的重大傷亡 他對不幸過世者表示哀悼 那至少看起來這一次 好像有覺得就是你不要去有顏色 這些都是人道關懷的事情 那回過頭來我們來講這個事情 這個這一次黃奎博 當然政大的這個教授 他講說裡面用的是Taiwanese 並非代表中華民國 這只是權宜之計 顯示說立陶宛可能想要維持 與中國大陸的邦交 那也避免過於激怒中共 吳釗燮外交部長他怎麼解釋 他說這個Taiwanese的背後意義 是代表台灣跟歐美國家的連結 就如同美國在台協會 AIT的使用方法是一樣的 吳釗賓哥你怎麼看 這整個建交的事情 不是建交啦 我這個背書的搞混了 設立代表處 然後叫你身為一個行政院長 你的設代表處跟建交都搞不太清楚 這是很危險的 人家立陶宛才剛剛送我們兩萬劑 說要送我們兩萬劑 這個疫苗 然後你現在給人家衝康 你知道這樣會讓人家的外交部 很不好交代 因為到時候老公又去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要跟台灣建交 他要去解釋一番 不要去害我們的朋友 人家對你還不錯 真的不要去害人家 所以我比講 這個其實 當然對我們來講 外交上算是一個突破 那我們在立陶宛能夠設一個代表處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象徵意義 大於實質意義 也就是我們在那邊設一個代表處算不錯 但是因為我們平常跟立陶宛之間的 經貿交流往來其實並沒有那麼強烈 也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個只是先表示我們在那邊有一個據點 那這個據點呢 我們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過去就是民進黨好幾次的過度操作之後 到最後這個據點就被取消了 因為已經不只發生過一次 就是本來人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甚至我講的比較那個一點 人家的外交部都跟中國大陶宛那邊談好了 就說你就讓他是個代表處嘛 就讓他在那邊我們這樣經貿比較方便啊 我們也要跟他做生意啊 比較好往來啊 好大陸那邊都沒意見了 結果你一下子把他搞到新聞上出來了 把他大肆宣揚了 那到最後結果是什麼 最後結果就是通天嘛 通天之後 大陸那邊也不行啊 因為他們內部也會有人反彈啊 到時候就跟你講說 那這個不行不能讓他這樣下去 那結果一個好事反而就沒了 奇怪 那很多時候我一直覺得民進黨很奇怪的就是 他們自己做的事情 什麼高端的疫苗 聯亞的疫苗啊 然後3加11的會議紀錄啊 什麼東西都要低調 那疫苗到底買了多少錢 永遠都不能講 因為這個怕會人家干預 那你不知道外交上這種干預有多嚴重嗎 這種只要一干預可能就是你之前花了幾年 甚至十幾年的工作就付諸流水 那你們不知道這種東西要盡量低調謹慎小心 因為台灣目前在國際上的處境 本來就是要追求實質的利益 而不是去追求那些虛名 那至於說吳釗雀去解釋什麼台灣歷史表示 代表美國跟 歐盟之間連結什麼東西 你真的在自嗨而已 我也不知道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台灣歷史就是台灣歷史 就是台灣人 你就是這樣子而已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表示你沒有辦法用我們的正式國話 ROC嘛 當然我知道民進黨根本不想用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去在那邊自嗨 自己往臉上貼金 老老實實的做事情 做真正對台灣人有意好的事情 不要只是對民進黨的面子有意的事情 通常為了面子出發的人 到最後就是丟臉而已 不要搞得你自己下不了台階 還害得台灣人受害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